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管理数学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最小成本法 最小成本法 这个的观念的话来说 就是以单位成本最低的地方 作为一个开始 那么它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是很希望 在一个运输问题之中 比较低的成本 那么一般来说 西北角是最差的 那么最小成本法来说 会比它好一些 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成本低的 塞到满为止 尽量塞就对了 那么我们拿一个立体 同学就会知道比较清楚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产地A的部分 这边总共力量 28 23 21 这个地方是目的地 消地是D E F G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看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做这个运输问题 总和28 这加起来要23 这个加起来要21 好 那么最小成本法是怎么做呢 最小成本法 就是从最小的开始着手 来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成本 谁最小 三最小 对不对 三最小 那么我们就让三做一个开头 先让它塞到满 那么问各位同学 怎么样才能塞到满呢 28还是16 当然16 因为它不可能是28 这边不然这边就就 底下就超过了 所以我们先塞到16 这边一旦塞了16 这边不用说 XXXX 我们填下去 好 填完了以后 就从这边着手 另外一个 我们原则上 两个字要塞满它 那么现在还差几 XX12 12要放哪一个位置呢 当然就是所谓的最便宜的 先塞这个12 所以我们把这个12 先填下去 那么这些两个比较贵的 先打XX 打XX 我们都不要了 好 走到这边 这边是12 这边是18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6 6 同学要放这里还放这里呢 当然就是便宜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放几呢 放6 放到这边 那么这边就打X 这边就不要放了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已经绕了一圈 现在又变成一个四方格了 我们再来找 最便宜的是哪一个 6 6 这边是23 这边是19 当然是放19嘛 这边一旦放了19 这边就不用说了 打X了 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 对不对 这边19 那这边就只剩下了 几了 4 这边就没有选择了 这个是15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最小成本法 注意哦 最小成本法 不一定是最佳解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到了后面 表面上看起来 刚开始是领先很多 没错 可是到后面 我们有没有发现 这边也是蛮贵的 可是我们用了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更好的方法 最小成本法 不一定是最佳解 来我们看看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刚才我们用西北角法算过 474 来我们看看它会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4乘以12 这是3乘以16 这是6乘以19 448 比472要便宜一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 最小成本法的运输问题的一个解法 那么各位同学就依照此要领 这就是我们的最小成本法 来我们再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更加的熟悉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 矩阵啊 简示它 最小的是 字是哪一个呢 2 先让它去塞满 那这边塞的是塞几呢 塞15 塞完15 这边就不用说 只能打叉 只能打叉 现在 有了它就要看横的 横的那尽量塞谁呢 32 我们要塞进去多少 17 可以塞吗 可以 17 就塞这边 塞了这边 那么 剩下来的当然就要打叉了 好 那现在来看 这已经是17了 那么 一个是6 一个是5 那我们先挑便宜的5 这边是23 我们还缺几呢 我们还缺6 填下去 这边就打叉 现在再来看 有没有 还有呢 有这个地方6 6 再看看左边 哪边比较便宜呢 7跟8 加在一起要27 所以这边是21 我们这边填21 那么这边就 叉叉 没有问题了 好 现在几乎已经完全 底定了 不能选择了 没有不能选择了 17 往上走 这边是21的话 这边就4 往上走 23456 6个基本变数 123456 6个自由度 6个非基本的一个格子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小成本法的做法 我们这个方法 最小成本法 比西北角 好一些 但是我们再三的提醒 最小成本法 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 同学知道 我们现在先把前面考虑的第一步 没有第二步 我们只考虑到最前面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 那么 我们后面将会介绍一个 能考虑两步的方法 那么 就是所谓的 Vogal法 佛格法 那么 它又会比最小成本法 又更加优秀一些